吃黑巧克力好处多 不过不少的消费者爱吃之余 现在要特别注意了 肖机会就抽查了市售的20件黑巧克力产品 结果发现各有一件产品 葛签含量超过了欧盟标准 专家强调过量摄取千葛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受损 肾脏病等等 肖机会也呼吁应该要尽速地研绎 巧克力产品法规 管理好市面上的巧克力商品 吃黑巧克力健康好处多 不过却有黑巧克力被验出千和隔含量超标 超过0.8的就是超过欧盟他们的规范的有一个 肖机会检测20款巧克力 一件隔含量高于欧盟的规范 一件千则是超过美国儿童和育龄妇女的基准 若一整包90公克吃下肚 千的摄取量高达13.5微克 台湾呢 人生来讲我们的还是一个所谓火山型的新兴岛屿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的重金属含量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而为何黑巧克力中会有千或隔的存在呢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 可可树会从土壤中吸收隔 随着树的生长在可可豆中积累 千则是在豆类收获后进入可可豆中 随着豆子在阳光下曝晒数日后 千含量会增加 千隔若摄取过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 千进到人体的话会跑到骨头 那隔的部分食物的话 那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是那个骨头 另外一个是那个生长 而目前台湾并无规范黑巧克力的千隔含量 消费者也没有办法辨别 消费会呼吁政府全面抽验市售巧克力产品品质 并且尽速研议相关管理法规 谢谢曹展干个地台的报道